我们现在开始读第五章,不如你出名,我听一遍,何医生经纯都讲,提起这一句话, 那是怎解呢,一会儿我会解,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初九,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初九,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初九,天地之间其有如虎, 天地之间其有如虎,虚而不屈,动而如出,多言素穷不如首重。 多言素穷不如首重。 谢谢。 正如梁英叔所说的,这一章可以说是老子的名句, 而后人也经常会引用这句话,但我相信很多人都不明白这句话的理解, 是,变成了老子言以那个理据不是很清晰的。 开始来说,很特意,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初九, 那为什么老子这么崇尚的宇宙,而在这章里面一开手就已经好像闹天闹地那样天地不仁呢? 那我们先前讲过呢,其实在道的最原始的状态呢,是无的。 那既然无,根本也无所谓,人与不仁呢? 那我再引伸一下,为什么他说天地不仁呢? 又以万物为初九呢? 初九就是古时候祭祀的时候,他就将那些草摘成一只畜生,就像狗的样子那样, 用来祭祀的时候用的,摆得漂亮的。 那但是呢,往往这个祭祀师,或者在这个祭祀的事完毕之后呢, 这些祭祭祀的事完毕之后呢,就是不需要再去珍惜他的。 意思就是说呢,天地对任何的事物,也都好像, 就是我们,好像祭祀时候那样对待这些所谓由草摘成的一个祭祀用的狗一样。 而呢,人与不仁,就是后来,因为有所谓离坏恶崩,而出现了这所谓人, 而离自这种道德的观念出现,但是既然没有之前呢, 根本就无所谓这个人与不仁的分别。 因此,在老子的心目中,或者他的思想体系当中呢, 天地根本是任物之自然,无为,而无所不为。 他并不是刻意去造就这件物件的, 而对卖物的互相治理,或者对待事物, 又没有特别的照顾,没有特别的爱惜。 那么,你当他是人呢? 又或者不仁呢? 其实,老子的意思是,无所谓人与不仁。 所以这个不仁呢,就是说,无所谓人与不仁。 就好像对着制制的,就用草造成的狗样。 我这样对待他,也不是说,因为我要制制而做这件事。 而,因为完了之后呢,就要写起这件事。 因为原意来说,我是无干涉到这件事的存在。 所以呢,在他的思想体系当中呢, 我们其实,道来说,根本没有所谓人,或者不仁。 那既然是没有这种是非审判观念的时候呢, 人物之自然,已经是最好的。 因此,圣人统治者,也都不是会因着我对某样事物的喜好, 而改变我本初之心。 这个本初之心就是,人物之自然, 应该是由得他们自然生长,自然发展, 而不是去干预他们的。 那这种做法,也都无所谓人于不仅。 那他对待人民一样,也都好像对待, 所谓用草职时的,制制用的初九一样。 那我们是对他们无所干涉,无所喜好,而任其属。 所以,正如好似,天地之间,其犹如,托如虎, 虚拟,虚拟不挂。 这个屈指导我挂着。 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手中。 他说,天地之间,怎样才有所谓的运作呢? 这个运作,就好像托与虞,托与虞, 托就是好像一只宵馆那样, 因为他中空,而可以发出声音。 而愈呢,好像一个袋,或者一个狼那样。 而这个,因为他中间空,而不实, 所以呢,他才可以发出一些气,或者一些声音。 正好似宵馆一样, 如果里面塞住了的,你吹不出声。 虚拟不挂。 因为他虚拟,而无所, 无所揭,揭者,等于是去到尽头, 或者是你有所谓的障碍。 动而愈出,由于他手虚, 等于宇宙那样, 因为他环抱天下, 润入万物, 而用一种虚的含量, 而使得万事万物,是无所不生。 所以,动而愈出。 这个动,就等于, 在这个, 道的化育万物当中, 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三生,三生万物。 那样是,永无幽子地, 一路去繁衍下去的。 多言数穷不如手中。 这个呢,就回应回到开头那里了。 所谓天地不游, 你们所讲的那麽多人, 那麽多意啊, 那麽多法啊, 那麽多理啊, 这些全部都是, 那麽多的, 那麽多的解说, 那你到头来呢, 可能会有, 理穷持掘的出现。 所谓, 越解释, 越矛盾。 那麽多的解说, 可能会有, 理穷持掘的出现。 因为我都没有解释,它自然而然存在,不如守忠,忠就等于你吹这个鱼,吹这个鱼一样,因为有守其忠你才可以发出声音,因为它虚才可以发出声音。 如果你用很多的言语,很多的解释,就等于你在言语上面呢,你已经去了一个实的阶段,已经满了,满了之后呢,你不能够再解释了,即是爆煲了。 唯有手中,你有一个虚而待物,你有一个空怀在这里,你用之不缺,永远都是有你那个子弹可以用的。 这些呢,就是它所讲的。所以说,仁与不仁,这些是后期所谓仁以下的事情。 我们仁以上呢,其实没有说仁,也没有说不仁。 大家可以再讲一讲,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初九。 是否,圣人不仁,那是否就是统治者,好像有人觉得是,好像是轻视了人民那样,都要当人民是傻的。 嗯,它应该不是这个意思的,以百姓为初九呢,就是它因为没有去特别干预它们,没有去所谓的无谓。 就是说,我不需要窥视你的行为,不需要有一个特定的指标,你要怎样怎样做,要制定一些法例来规范你。 而这种这样的,不仁的态度呢,或者也都是人的态度呢,这个是很平等对待。 不是说,我特意为你这样做,或者你这个认为是好人的,对他加多点奖赏。 你这个不好的人呢,我给多点懲罚。 所以,老子叔讲的,善、恶、难、二都是相对的。 但是,在聪明的统治者当中呢,不应该有这种这样的分别。 而呢,达至到社会的和谐的一致,所以道通为一,去运动的状态。 和孔子所说的民可思有之不可知之,有没有相近的意思。 和孔子所说的。 和孔子所说的民可思有之不可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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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民政策,就是像现在共产党的人, 叫你做你就做,你招居来做什么。 论与所说这句,意思是你去进行所谓的礼我教条, 你不需要特别去理解我为何要行这个政策, 但是老子的意思在他那里,他要服侍去盗那种无所不为, 我不去干预你,但这个是要人不要去理解, 你只可以知道,不理的都要习行, 为何? 有人批评孔子这两句,说是愚民政策的支持者, 但是你知道的东西是对的,你就要与人那样做法, 不需要解释给他听为何这样的,自然他就会得益的了。 不需要解释给他,不需要解释给他。 这个你说他移民政策好,或者他本身来说, 他未能够将这个所谓的政策完全解释得到, 而你要你遵循去做, 这种要你接受,家长式这样的教组, 你要接受这件事,我不需要再解释给你听。 好,下一条细法章, 李小龙常说, 尚善药水, 水善利万物而不识, 水善利万物而不识, 处众人之所, 故基于道, 居善利深善渊, 与善人言善信, 正善智是善能, 正善智是善能, 动善智, 动善智, 污违不增, 污无由, 污违不增, 污无由。 谢谢。 这个处众人之所悟, 这个快要读个悟字, 众人都很讨厌那样东西, 这个用了动词。 上善药水, 水善利万物而不识, 正如梁兄也提过, 李小龙学他的哲权道的时候, be water man, 好像水那样, 用牵马。 那老子就说, 最至高无上的善的态度是什么呢? 或者物质是什么呢? 好像水那样。 水, 他的善道万物在哪一方面呢? 因为他利益很多东西, 世界万事万物的东西。 但是, 他从来都不会有所邀功, 水不增。 你想想, 人类都没有了水, 根本不会存在。 植物没有了水, 也都不会生长。 但是水, 又没有说他自己的价值在哪里, 从来没有triple半句声。 当然这些是做一个比喻。 就是说, 好像人一样, 如果你能够处于一个不争的状态, 你有多大的贡献都好, 你不觉得你自己的成就, 那你的homping是伟大了。 不会说, 矜持自己所做的一切。 热水, 他伟大处, 当然啦, 你将他摆在一个很漂亮的金鱼缸里面, 他还有一些鱿鱼, 和他去围本。 但是呢, 他去到坑渠的时候, 又臭又骯髒, 他都仍然接受。 所以呢, 处众人之所乎, 而基于道, 终时间去到这个很低层次, 或者一般人都讨厌的处境、状态, 但是他仍然乐于接受。 因为他有这种胸襟, 有这种怀抱, 他就差不多达到于道的境界了, 基于道, 基于道, 接近于善知。 居善地, 深善渊, 乳善寅, 言善信, 正善知, 是善能, 动善事。 他说这些呢, 好像水一样, 无论他去到哪一个境地都好, 他都是无所争拗的, 富慧不争, 顾无有。 因为他没有和别人有所争拗, 有, 因此他不会有所过失, 有, 就是等于有所过失一样。 那引申来说呢, 就是说, 如果那些人, 能够, 像水一样, 可以, 降低自己的身份, 谦卑处下, 与人无由, 自己更加不会招致到有任何的不好的对待, 或者他人的不好的批评。 当然, 这个, 李少龙他所说的be water, 意思是说, 我们要好像水那样幼, 要想想, 水, 你可不可以抓住水呢? 抓不到的, 你抓紧不到的, 但是呢, 老子异都所说的, 水天下之自由, 而攻坚莫强于水, 大家可以想想, 山洪爆发的时候, 那种利害多厉害呢? 水, 本来政治的时候很柔弱的, 但是, 它变成了一个, 鸿兔, 汹涌澎湃的时候呢, 你几大的堤坝, 多少的房屋, 一冲就走了, 你想想那个威力多厉害呢? 但是呢, 相反来讲, 它这种柔软程度, 亦都是, 一般事物是不能比喻的, 抽刀断水水更烤, 举杯销瘦瘦更烤, 你试一下, 可不可以斩断那些水呢? 斩不断的嘛, 那你说它最柔了, 应该很好欺负, 是吧? 但是哪是它那么柔, 它的特性, 你连最刚强的东西呢, 都克服它不到, 那梁卿学武的之人呢, 就很清楚了, 唯有, 松, 油, 才能发出那种惊, 如果你说, 只有死缸, 死力呢? 这些是万力的, 被人一动你就已经跌低了, 或者用那种太极, 一射, 你越攻越重, 这些就是这样, 水, 就用那种阴柔来, 表现出它刚强的一面, 刚强的一面就是, 你减多干多强都好呢, 你未必克服得到它, 那这种相对性呢, 我们要从中, 拿出这个经验, 或者拿出这种这样的, 哲理呢, 来运用于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不要自高崖岸, 以为自己不可一世, 有些时候呢, 你是需要自己, 牵涉一些, 好像水那样, 水不会向上流的, 一定会向下流的, 是不是? 这个反地生气力的向上流, 这件事, 只有一个解释, 那既然, 水都能够做到, 我们人, 为什么不会学到它那样呢? 能够利益万民, 如果做一个统治者, 能够利益万民, 而无所不争, 等于你自己好像没有做到事那样, 其实, 百姓人民, 已经受了很大的益处, 那这种就是你的功德, 你的功德, 就像是从水那样得回来, 这种, 就是一种无私的奉献, 而去对百姓人民, 那种自然而为的一种态度, 这种呢, 竟是表现出, 老子, 他那种, 那个所谓, 处有, 不责, 一种无私的政治取态。 多谢你, 第十一章, 三十谷共一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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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其无有车之用, 当其无有车之用, 严直以为气, 当其无有气之用, 当其无有气之用, 作故有以为失, 当其无有失之用, 当其无有失之用, 故有以之, 故有之以为利, 故有之以为利, 无之以为用, 无之以为用。 有三十谷共一谷, 有三十谷共一谷。 那些车轮,那些车轮,拖着那些车轮有两个轮,或者在前面加一个轮轮,车轮呢,用支条来拱着这个车轮, 那些车轮有三十个条幅,而支撑着这个轮轮,而重要的地方就是这个谷,谷就是这个圆圈,这个圆圈就是做什么呢? 是把车轮,那因为有这个谷才可以把车轮下去,然后令到车轮可以运转,而车才可以运行, 那么,三十幅拱一谷,就是支撑了这个,中间圆圈,这个洞洞,这个东西了, 当其无,有车之用,好了,什么叫无呢? 无,就是说这个谷,因为空,空间,所以才有用,有车之用,如果这个不是空洞的, 所以,你怎样将那个车轮轮去转呢?是不行的,就是当其无,有车之用, 演直以为戏,当其无,有车之用,演直以为戏,当其无,有戏之用, 古时好制涂糍的黏土,当其无,有戏之用, 当其无,有戏之用,那个是不是好处, 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他当时没有,有气之用 这个杯中间是否空,这个就是没有 即是说你用这些黏土制成那个器皿,像一个碗 因为中空才有用,装到东西 就是当时没有,有气之用,即是等于这个杯 这个杯是平的,你装不到茶,装不到水 因为中空有一个盗,就是没有了 因为没有,你才有用,不是这个是废物 这个就是他的解释 也都好像,作户友以为失,当其无有失之用 户友,友就是那些屋的窗,窗门,户就是门户 就是,大家都知道了,就是用来透气用的,不是透光用的 他说我们建屋的时候,或者甚至是山洞也好 你都要留一只门,作个洞也透光,这些都是 即是最原始社会都需要做这些的 因为有这个山洞,或者这个房的结构要无,你才有这个屋的用 为什么叫无呢?因为那间屋里面有个空间就是无了 有这个空间就是无,如果你将它甜甜满满,就变成有 你怎么住下去呢?睡一睡不到,塞得满了 所以我们是需要在无的状态,然后有空间 所以我们才可以变成一个居室,而这个居室可以我们停居,休息 所以有个用住是这样,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无就是一个空间,就是我们因为有这个空间,然后才有用 我们装茶、装水,而有之为利,因为由无变成有 因为这个车轴有个洞,可以放车轴,令到车可以运转运行 所以由无变成有,所以由无变成有,有之用 就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由无变成有,所以由无变成有,有无变成有 以前有没有听过老智翁说话呢? 好,下一张,第六十六张,十六张,十六张 一村忘母不允训 在这里的变成有,即期日将之相已何 stealing 不知常妄作空 知常容容乃功 公乃皇 皇乃天 天乃度 道乃久 活身不怠 道乃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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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去到另一種老子的中心思想 我們有先來學到不爭 現在要守他的虛極 虛政 官復 歸根 復命之常 這些是他重重覆覆地說 我們要為何我們都是從這種狀態去對待事物 或者去對待這個自然呢 他要求到人 我們首先要做到虛政 而虛政要做到什麽呢 是很徹底的 致虛之極 守其正督 那這些呢 其實在道的生成 或者本恥的時候呢 他已經是出現這種狀態 虛極的狀態 正的狀態 他沒有運作之前是一個正的狀態 到他萬物並作的時候呢 吾以官復 好了 到他陰陽 恩溫 衍生萬物之後 到最後 要怎樣呢 要回復整個狀態 觀其復 這個復者 就是說 其實世界萬事萬物 都是一個循環的 都是一個循環的 有生就有滅 有榮就有夫 那如果你只是一意孤行這樣 無枉而不歸這樣 是不行的 你了解不到 自然為何有那個運作 為何要行雷閃電呢 為何行雷閃電之後呢 嘩 跟著呢 四野平靜呢 這個很奇怪 自然的狀態 到最激烈的時候呢 突然間靜止了 當他有所動動的時候呢 跟著輕波作王呢 突然間又將他沉澱下來 這樣就是復了 自然的復 那 伴勿勻民民國 復歸其更 暈暈者 即是眾多的意思 到頭來呢 都是回復一些最初始的狀態 復歸其更 归根约正 自为复命 这个归根的状态是怎样呢 就要正 就是等于一棵树那样收到归根 那你在树上面是风雨飘摇 但是到头来 到你跌了落地的时候 已经去到个政治状态 就是人生当中都好 你几灿烂都好 总有你落幕的一天 既然是这样 我们为什么不守着那常呢 自然的常度呢 那常度就是这个自然循环不息 我要明白这种理的时候 我们不应该在我们的情绪上面 太过激动 太过走个极点 我们应该是从虚政方面去守我们的本心 正如独一样 到最后或者是到某个阶段 它都需要沉淀下去 因此知尚若明 不知尚忘作空 尚 这个就是自然的常度 是否永恒冬计 是否永恒冬计 应该是一个规律 就是它那个所谓万物病毒 又有色又有生又有灭 这个规律 就是等于好像 易经所说的 易有变逆又不逆 就是所说的不逆 不逆这个常度 这个循环不息的 所以知尚若明 如果能够保有自然的常度 了解自然的常度 我们这种才叫做聪明 不知尚就妄作空 若不能够守住这个常度 自然之度 那种无为无作 而不强加于别种生命 或者别种事物的 这种就叫做常度 若反之是怎样呢 若你是妄意有为的 空 你必然会招致损失 或者一个不好的机遇 而另一方面 它再详细解释 怎样才要保有这个常呢 如果能够明白了解 自然的常度 这个自然的常度 是不可以强加为益的 要自然而然的运作的 那你就要有所用 所以奴智所说的 有用乃大 而用呢 你才可以说公平于天下 而是令到你所管核的万民 都得到你的恩施 而你也都没有经关你自己的贡献 公乃旺 这个毒去声 旺 因为这个是一个动词 就是 都能够 公平对待一种事物 而发生了一种公众认同的 你就可以变成 在这个社会上的一个王者 乃王就变成一个王者 王乃天 天乃道 如果你能够清善于天下 清善于天下才叫王 所以这个王字呢 我之前好像讲过 这个王字在说明解释上 是一贯三为王 这个再代表天地人 而这个王呢 能够贯通天地人三才的 有这种德性呢 才可以做王 那你说 那你既然能够贯通天地人三才的 有这种德性呢 那你就可以最 通意天 天就是天啊 就是在自然以宙最高的位置 是天 天乃道 而天呢 已经是接近去道了 就是最高目上的了 在自然的本体来说 而道呢 是永恨的 道乃狗 而你能够做到这一样东西 是认识了道 而掌管了道的真体呢 抹身不抬 你就终身受益 你就不会有所抬 就是等于抹的意思 就是 就是你不会死 那这个不会死 不是说在肉体上不会死 是意思是说 你虽然你的肉体会死也好 但是你的精神是会存在的 因为你的思想是会延续下去的 就是孔子现在 就是老子现在未死的 因为他的思想是延续下去 那这些就是抹身不抬 因此 在老子的自学思想当中 往往都是重复重复的强调 我们要守自然之道 要虚静 要处下 不增 要欲 不欲 要不好 要很多贪念 那这些呢 都是我们 我们在和谷社会里面呢 是需要做到的元素 这样呢 就减除了很多分身 那这个呢 就是他想通过这个道 要做到的体和用呢 来到发展他自己 或者表扬他自己那套的政治观念 那呢 而引伸到呢 我们人呢 一般的行为呢 都可以 依照这个色质来到做事呢 那 虽不重 就不愿意了 就是可以接近于到那种修行 或者是到那种这样的对待生命的好处 是否十八章就是第一页园 是 十八、十九一起说 但有关联 可以 可以 我先读十八先 这个 有真理性 大家看到 大盗费有人意 大盗费有人意 智慧出有大益 日子为出人有大益 六春不和有孝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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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纷乱者有终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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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即是你先看字面你再看这个 大言不惨 要这样都行 要把孔老师那一套完全是推翻 反港,这个恐港,恐家店 大道飞,有人意 我们开始说老子因为经过他自己的经验 因为我们相信有某部分生平时迹是对的 就是说他是周诗的首藏士,他做图书馆馆长,又做个理官 这些都是他的学识 但因为从这些学识他发现到当时的社会 已经不是以前的三皇五帝那种原始社会 在那个完美和谐的阶段 因此出现所谓的礼坏 因为三皇五帝那种善让无私那种制度 去到周天子统治的时候已经出现了破坏 因此而发展到要用礼去维系社会 我们要每个人都要依着礼去出发 如果每个人都要守这个礼 就变成了我们不会犯这个光纪 那这个是瑜伽中心思想的 就是文王、周公、孔子都是讲这套东西的 那但是老子就是一个怀疑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件事呢 原因有某种情况是出现了所谓的崩坏 这个崩坏就是在道方面的流失 所谓的大道不衡 大道不衡 大道不衡 天道不衡 因为天道不衡 你才出现了所谓有所谓人与义 你要维系这个光纪 因此呢 这个人与义是后天的产物 不是合乎天道的 天道里面根本不需要讲人 不需要讲义 因为有人有义呢 就才有不仁与不义 那因为有不仁有仁 有义有不义 这样这个就出现了和道本身的对立了 道是根本没有的嘛 道的最原始是没有的嘛 这个是后来发展到有 有这个仁与 因为乱 世界上乱 你想出现用这个礼的光纪来维系 所以搞出一些什么叫人 什么叫义 好了 再推移 随其次的 最低等的 智慧出有大危 这个庄子的区合篇所讲的 这些就是智慧了 你这些财 一般人以为自己的家财 不让人偷 当然 哇 锁得好好的 是不是 找个夹慢 把你的珠宝放在里面 那张智慧说 你这些小财就偷不了你 大财不是整个夹慢都搬走你 区合篇就这么讲了 那这些就是智慧了 是吧 你会找财子不聪明吗 他比那样聪明很多啊 不是他怎么偷你这些 那这些就是道高一尺 魔高一尺 就是智慧出有大危 这些是聪明才智来的啊 不是蠢人啊 那由于这种聪明才智呢 搞出一些作奸犯科 或者是违纪 这些聪明的事情 那据原始是没有这件事啊 那没有这件事发生呢 没有所谓智慧 那何会有这个所谓的偎作呢 或者这些不好的行为呢 什么叫孝慈啊 你们有时候说啊 陆亲不应有孝慈啊 那什么叫陆亲呢 就是说父子 这些兄弟夫妇的陆亲 由于里坏岳崩 那个儿子五亿爸爸 啊 那个梁家妇女变成了淫妇 那这些呢 那这些呢 就变了人伦方面呢 出现崩壞 因为出现了不孝 不忠 或者对长者的慈爱 已经失可 这种这样的敬城 那便有这个陆亲不和了 但是 归根结底 这些就是 江纪败坏之后才出现的嘛 如果在原始度的体制里面来说 它最终的目的来说呢 就是说 我们根本 不会有这种分别的 所以所谓的孝慈 是因为有不孝不慈而出现的 啊 你们为什么要出现了陆亲不和呢 因为 有江纪上面的分 分乱而出现的 正如好像国家分乱有终臣 因为有冊子衍生有终臣嘛 没有反冊哪里有终臣呢 是吧 没有 巡慧 岳飞是对落的嘛 是吧 一个终臣一个奸臣 那 如果不是出现这个巡慧 岳飞 在历史上接他一个战将 而已 未必标准到他一个 精忠报国的岳飞 是吧 因为他当时都没有人去 用十二度冠牌召他回来 他打赢了 接了个 宋飞中回来了 那他就好了 在历史上有个成功的战将 不是等于标榜他的那种所谓的 中意 那这些呢 都是后来发生了 那 老子呢就是说 我要追溯到原始的图 我们在另外未崩之前的 那套社会状态 所以这些所谓的人与义 智慧 孝慈那些呢 是这些后天再衍生的人 那我们不要这种东西 我们要再走回高一个层次 在仁义未立之前 那套原始社会状态 下一篇 下一篇 是东西 绝性器之文立法会 绝能器义文服孝词 绝巧弃力道财无有 此三者以為民不足 故寧有所屬 見素普泊,小思寡慾 麻煩 這個亦都是第十八章的延續 那老子他認為解決方法是怎樣呢 我們不再要怎樣去尊崇這些所謂的聖人 因為這個聖人不是上智之人 這些聖人如果是有為的那種聖人 不是無為的那種聖人 而放棄了一些考字 不是那些超級的大智慧 是一些考字 轉圈空詞那種考字 如果我們沒有這種 對人民來說是有百倍的利益 亦都可以所謂人意 如果沒有這種人意的時候 其實已經是存在一個很和諧的社會 這個和諧社會 所謂的孝慈自然而生的 那我們何必有個五役仔出現呢 因為他們根本都不會做這種事情 絕口氣利盜冊無有 考利者 即是說很公勢的東西 很考的東西 利者 即是說你造一輛車出來 做一輛杯出來都是有利啊 那這些我們即是說 這些很趣的那些呢 是令到引誘他人作奸犯科 或者是一種利器的東西呢 盜賊就無有 即是等於你家裡都沒有金人珠寶的 那些賊者當然不會去偷了 即是等於一言人盜賊無有 此三子者以為民不足故另有所屬 三子就是所謂絕性棄子 文理和絕人棄義 絕口氣利了 這三種這樣的情況 如果我們能夠 敏除了這種這樣的偏離 而拋棄所謂的聲智禮法 而使它回歸正道的時候呢 我們根本就達到一個無所憂慮的境界 而亦都不需要左防右防 你這樣又怕人家會對你不利 因為呢 我們無所引誘他人 你家裡有碗都不多隻的 人家都不會來偷你的 因此呢 他說 見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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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泡 小思寡用 若果能夠回復到一個 很樸素的社會 很樸素的生活 而對我們自己的要求 是沒有所欲念 而自然呢 對外面那個貪 就不會有這個出現的 那你這個情形底下呢 社會就天下太平了 那這些呢 相反來說 如果有這些所謂的 考智的出現 有這些所謂的 聖人的干預 有些所謂的 仁義道德的高場 那有些所謂的 校慈的表現 那這些呢 都是後天而產生的 我們要來追 回復回之前那個 道的狀態 是沒有發生之前 在這個 回復那個 這個所謂的 樸素時候的生活 那大家 就不會再有這個 所謂的 這個爭鬥 或者是 對 事物那個 產生那個 誘惑啊 而令到自己 與人之間的這種衝突 所以 到最後呢 能夠去到 無知無辱 就可以去到 天下可治 而莫不治 那這些呢 也都是 都是 為政者 需要深思的一件事 就是說 我們不要 我們不要給這些 這樣的教條 這些 法令之章 去規行於天下 如果 教導於 自己的人民 個個都懂得 去 無私無辱 無所貪念 那 自然的社會 就會出現了太平 而 亦都生活出現了 是一個 長和的 警衛 OK 多謝各位 謝謝 謝謝 如果 如何實行呢 即是那個 物質生活方面 轉變 根本無從入手 你說政治上 根本行不通 現在的社會 但是呢 我覺得 是從 德方面 入手會好些 德方面 就是說 我們要怎樣去 賤養我們自己的心性 比如說 有些東西我們可以學的 謙卑 處下 寧靜 不憎 小師 寡辱 這些 我們從個人方面做起先 正如好像 宋明李鶴所講的 甲物置之 誠意正身修心 齊家自覺平天吶 這些都是同一個理念 就是說 從個人做起先 如果讀得明老子這一套思想呢 最大的得益 如果每個人呢 可以從自身出發 做好自己的本分 那雖然不能夠即刻改變整個社會 但是 起碼改變一部分社會 因為 在你遭周的人物 事項 受你的影響 受你的分途 你慢慢可以傳染開去 那這個是傳染什麼 好的傳染 即是 跟一些人 講一些 惡言惡語那些 是一個不好的傳染 可以是 發展成一個 很惡毒的影響 殺無射那些 那這些 一句說話 可以影響到社會的風氣是良性 或者是一個社會風氣 是惡性 是很嚴重的 因此 老子所講的 聖人不言之教 他不需要講那麼多 最重要是做 你現在看看香港社會 個個都是講的 誰是做的 整個社會 是沒有人做的 就是講 或者要defense自己講的東西 然後再defense 然後再defense人說他的東西 那你哪有時間做的 因此 如果 我能夠掌握到 他那個心意 從自身的出發 那起碼 在一撮人當中 或者在租州的人當中 一直影響開去 在人的周圍上面 一定改到的部分 政治上面 是 今天行不通的 在現行社會上講的 正如如今 最終的思想也是 都是從自己出發 所以推己及入 你首先要了解自己 為何我要這樣的行為 或者為何想人家這樣對我這樣行為 那你要自己做好先 你要想人家對你好 你首先要自己做好對人好先 其實很進步的 有些人經常罵那些 以前那些八股 或者那些封建思想 不切實 要放屁 他們根本讀不通這些書 這些人 放諸四海 千八年後 一樣可以適用的 你有哪一個 可以低下 自己放下自己的身段 做好自己的本份 不要要求人家做得好不好 你要求自己做好先 這樣才為上 多謝